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用的是测锋笔 中锋笔 测锋笔 如果把它作为一个数字来认识 我们就可以感觉出 这个数字是有一个中锋测锋笔墨变化 作为这笔来说 如果我加一笔中锋 对比刚才那个第一笔的测锋来说 也是有一个中测锋变化的 测锋笔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保留 保留 有的时候可以二次加工 通过钩 通过补笔 使它形成一个结构关系 这个结构关系也可能是树枝 也可能我们把它看作石头的一部分 总之 这就是中测锋结合的笔墨变化 现在我把它 按照一块石头的结构去处理 也是这样的 中锋线条 有了 中锋线条有了 还可以有测锋的笔触 还表现石面上边的凹凸变化 春擦的笔触 大家在画山水的时候都了解 春擦的笔触往往都是测锋 这样这块石头 上面也有中测锋的笔触存在 这才是画山水画当中 我们应该首先要理解和掌握的 它的笔墨的中测锋变化问题 线条 中锋线条 在石头里面可以体现 中锋线条可以有 测锋笔触也要有 它是一种结合的关系 中锋线条里面可能用测锋去存擦了 测锋的外边可能要有中锋线条去勾勒了 这是我们经常遇到 也是我现在首先给大家谈到的问题 对于墨色的变化 刚开始以线为主 中锋线测锋线 所以墨色的变化 也是一样 我现在就是测锋用笔 我现在 是竖过来测锋用笔 通过两个测锋用笔的 线条的交叉 产生的基底效果 让它感觉是一个石头的轮廓的感觉 我这里面又有中锋线条 中锋 后面为了需要 又把这个连出来 连出了一块石头 存擦出一个面 又把它连出来 存擦成一个面 这是中锋用笔 大家看 中锋用笔 中锋用笔 出现笔笔之间的这个水痕 反映石头的前后的一个节奏管 一个节奏管 一个空间和虚实感 这一个测锋用笔 大家看 然后把这个测锋用笔 通过我 村擦 把它变成一个石头的面 然后这地方又是一个中锋用笔 又是一个测锋的村擦 画到这 下面我要讲的就是在中锋测锋 我们会用了以后 怎么掌握水分的多少 我现在这笔里边吸水吸的很多 大家一看就知道 由于水多笔触出现了 饱满的水分和干湿的对比变化 这个变化怎么来的 这个变化的一个是我行笔的速度不一样 我行笔慢 然后突然行笔快 还有一个是我开始行笔慢 而且重 慢慢的我放轻了笔 总之都是在测锋里边出现了这个非白 那么大家看说中锋可以不可以呢 中锋很难 中锋很难 看来想出现非白 掌握水分多 少 还要靠行笔速度快慢 而且要用侧峰表现 中锋怎么才能出现比出 干湿变化呢 那就必须靠它的墨测的浓 中锋就可以了 只要水少 看来中锋可以 只要水多 看来中锋做不到 而侧峰做得到 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个中锋风笔墨当中的一些关系 这个水分的多少 并不是水分多又不好 因为我们在用笔用墨当中 还有一种就是靠水分多去破 比如我现在笔沾了点水很足 我一破它 这叫以弹破农 在山石画里边 很多方法都是用这样出来的 而且这个用在不同的位置 远山也好 近山的石头 上边的山顶的草木 荆棘也好 都是破的 还可以继续占农墨 再拿农墨去加 这叫以弄破弹 也叫积墨的 再干了一块 这就叫积墨 那么既然有这样破的办法 我们这个水分和墨之间就可以 自由的去发挥多少的这种艺术效果 现在我需要多我就多了 现在我需要少 我就有意识的拉开点干笔道 画作画当中 画家最主要的是一种自如 要行笔自如 思维自如 而且要能够脑心手配合的得大 现在虽然是我们无意当中组合的这么多线条 我现在想让它成为一个什么关系 我看它干了 想让它湿 我就破它 破它 当我这边一破 画面当中 这个部分的对比干的这些效果就很明显了 我不完全都给它破到位 我破到这不破了 这两面之间又有一个水分不平均的变化 这地方水分多 我出现点干的效果 有意识的造成一些干湿浓淡变化 因为在绘画当中 这个墨的笔的情绪主要是干湿浓淡变化问题 主要是这个墨分五色的问题 黑白灰的对比关系问题 那既然这些问题完全是靠我们作者主观的去刻画 去描绘 您会有有机的表现您要表现的效果 而这里面需要加强的技法就是我多用水了 我一看多用水了 好 为什么要多用水 我想让这阴出去 出现点虚的感觉 所以我多用水了 这地方我需要让它少用水 我就少用水 我需要让它对比点干的 完全靠自己 没有 做一张画来说 我认为没有画坏了 这一说 什么是画坏了 没有对比关系就画坏了 我们只要有干有湿有农有淡 它永远是一个体积的表现 我给它随便的盖掉一块 大家看 马上就出现了相似或者相同的一些笔墨变化 画面就闷 就没有层次 就乱 所以看来对比是我们要掌握的笔墨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今天呢 我把笔墨关系给大家介绍了 请大家来课下练一练